好多 你是往上的话 也是比较安静的这些货腾为长 这里 这一片好多 先一路捡过去 飘起来了 这里有个洞 这个有点像螃蟹洞 有点像鱼洞 挺大的 好大 有东西出来吗 空的吗 好大 空的吗 是要摸到东西的吗 都是那些小碎壳来的 我看一下里面有没有的 好大一个洞里没有东西 我觉得好可惜 比较深 好可惜 应该是一只青蟹洞来的 好可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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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有楼 这里也有几个 好可惜 好可惜 这里有 哦 刚刚那个洞好大 有好多小鱼飘过 油过 应该说 说屁啊 什么话 这里有个洞 哎呀 哦 前面这个是啥 哇 鲫鱼 还是挺惊喜的 没想到还会有这东西 哎呦 好大一包 哎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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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 他咬我的蟹夹子 这东西好恐怖的 要是手被他咬到的话 他不肯松开的 这个恐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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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要让它松掉 还好 他咬的是这东西 要是手 我都手都要飞 哦 这里也响 哦 这不是 哦 好大一颗啊 哎呦 哦 这里还有一颗 两颗 我感觉我今天捡三倍 捡到回不去了 哇 这是 一个螺壳 硬帮 哦 还是壳 另外一半壳 这里有一个 都是一些壳 这是今天的收货 以为一直都会一些螺啊 上背啊什么的 没想到还有一个意外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有大半桶的货了 有喜欢小人的视频可以关注一下 下期见了 拜拜